这个相机的对焦真的是要搞死人了 有一次我被一个同学拧了一下这个对焦环 就是在自动对焦的情况下拧了一下前面的对焦环 然后他就一直对不上焦了 我也不好意思让他赔 所以我只能忍着 前几天吧 就相当于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上一个星期 柚子发了一条视频 是说做了三年的UP主还不火 是否该封杀 他在视频里面Q了一下我 然后我在想 要么我也做一个 当然我就不仅仅是三年了 我是他的两倍 对六年 其实我在之前的一些视频里面有讲过 就是我以前的一些经历各方面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零零散散 我想把它整合在一起 把这个完整的时间线梳理一下 对不对 让大家更加深入的了解我 我记得那应该是13年的8月份 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和同学出去玩 那是8月8月23吧 对13年的8月23号还是24号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把我那个死党也算不上死党吧 就是玩得比较好的一个 把他打了一下 就打到了头 打到了眼睛这个这里 就是眉毛这个地方 然后他就他就肿了 肿了之后他回家跟他妈妈说 说说说我说说我各种坏话 然后接着 我就再也没人陪我出去玩了 因为我之前说过 每个UP可能都是那种自闭症患者 所以他不跟我去玩了 我也没有玩伴了 我只能窝在家里面 窝在家里面我没事做 是吧 每天这个作业我又不想做 我总得找一些事情来做吧 当时我记得我看的第一个游戏视频 应该是子明的 子明的我的世界的极限生存 应该那个时候他才出到 五六级的样子吧 对就刚刚开始 好像是还是 是我记错了 还是我从五六级开始看的 我应该是从五六级开始看的 子明应该是2012年就开始做视频的 我在想我可不可以尝试一下 跟他做一个这个差不多的呀 当时其实不止子明吧 还有他的一些小伙伴像红书啊 还有其他的像台湾的舞秋风 如果大家认识的话 还有祥林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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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还有什么我看过的 还有炎黄对炎黄 我不知道这些人大家还认不认识 因为那个时候国内的自媒体也是刚刚开始 那个时候我还在优酷 当然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这不行了 就 是吧 对 我就二话不说 我就上网找了一个我的世界的这个盗版 对 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盗版正版 我也不知道这个某眼这间公司 我记得当时我下载的版本是0.8.1 然后我就有模有样的拿出一个耳麦 我就想说既然子明的第一个视频是极限生存 那我干脆我也先做一个极限生存吧 正当万事俱备 我准备开始点击单人游戏的时候 我遇到了我做视频来的第一个困难 我怎么把它录下来 接着我就百度 百度录屏软件还是什么东西 出现的第一个就是KK摄像机 对 就是那个KK录像机 然后一页开始 直接学子明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刘的Minecraft游戏世界 从今天开始 我将会给大家带来一系列的极限生存视频 那么我先创建一个游戏 对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 因为子明的第一集也是这么说的 那个第一次嘛 不太会录 就录了十几分钟吧 那个账号和我现在用的账号还不一样 那个账号是我随便注册的 就是没有用户名的那种 当然我我的那个名字是用了六年了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开始我就想到了这个名字 可能是因为就是广东这边的话 把一个人的信前面加一个 这个啊 这个在普通话里面听着非常奇怪 如果换到粤语的话就是 阿老 这样子就就就就很亲切 这又能代表我自己 其实那个时候这个名字是脱口而出的 当我按开录制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的 我就说了这个名字 所以就没什么意义 对 我这个名字没什么意义 就是我啊 生活中也有人是这么喊我的 其实没关系啊 对不对 普通话里面读的很奇怪 当然粤语的话就很正常 对 very normal的一件事情 我还记得当时那个视频是有一个水印 对 在这个视频上面有一个水印 KK摄像机 哇特别的弱智 然后那个画质哇 差的一匹 也没有剪辑 然后我我我不记得那个时候 我有没有说错话之类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 我现在的视频是有很多剪辑的 因为我说着说着可能对我这句话不满意 我会重录 这样子的话我就会剪辑 当然我那个时候你说要剪辑吧 也不可能 对不对 都不会你怎么剪辑 上传上去之后应该是第二天吧 就收到了一条评论 嗯 是喊我加油吧 还是什么 我现在清清楚楚的记得 他叫小浅兰 对 对 我清清楚楚的记得他的用户名 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在看我视频 或者还有没有活跃在优酷或者B站上面 希望你有吧 希望你看得到这条视频吧 那个时候我一期视频大概是有十几万播放吧 对 现在听起来好像很荒唐 当然那个时候轻轻松松 很简单的 因为人少嘛 竞争对手少嘛 如果那个时候我是高中的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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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干翻 太嚣张了 这个太嚣张了 不敢说 在做这几集视频里面 我就认识了第一批小伙伴 我们现在还有联系 当然他们现在用的名字跟当时完全不一样 只有我 延续了下来 我记得他们是叫 一个叫嘟嘟 一个叫做 L 选了大概半年 2014年5月25号的时候 我跟那个嘟嘟 我就说 干脆我们创一个团队吧 我觉得我们单干不太OK啊 当天下午我就创了个群 直接叫做 Game Elite Gaming Group 就是游戏精英竞技团队 哇 我当时觉得这个名字这么长 哇 好气派啊 当然现在来看 我怎么这么弱智啊 我不单单创了个群 我当时还买了一个网站 当然那个网站现在已经上不去了 因为四年 四年的使用期已经过去了 我花了1200 办了一个网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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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我拿来做什么 我当时可能单纯就觉得 一个团队 就像一个公司 你怎么也得要一个网站吧 你没有网站 你多没排面啊 对不对 当时是真的 犯这个左倾错误 超级严重 自己明明都还没到那个水平 就拼命的想去 去弄更多的东西 反而自己的这个视频 做的越来越差 也没人看 再加上2014年的话 我要 小生初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就是你从小学到初中 你需要考试的 我就懒了 我就不做了 虽然当时相比现在 那是轻松几百倍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这么的懒一年没有更新视频 等到我上了初一的时候 我才突然间想起来 对啊 我是个up 我应该去更新一下视频 当时我记得我初一的时候 我才刚刚一百粉丝 我做了一年多了 我才一百粉丝 我记得当时我一百粉丝的时候 我还做了一个视频 做了一个露脸的一个真人的vlog 当时其实很少人做什么vlog 或者露脸的这种视频 我就不知羞耻的做了一个 哇当时 那个视频我初三的时候 还是初二的时候 我又看了一遍 哇 那个稚嫩的样子 我的天哪 我直接把它删了 直接把它删了 太尴尬了 那个时候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up主是西兰 我刚刚做视频的时候 我就知道西兰了 当时他还在做这个take it系列 和石头在一起 我不得不承认这个西兰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大家在我的视频里面也 就是看得出一点点吧 他在我初一的时候有一个视频介绍他的个人生活 他说他是升到高一之后的几个星期 他觉得哇这个作业这么鬼多 有点不爽 他就跟家里面人说 我要修学 我要做视频 然后他就自己赚钱 每天晚上回家直播 接着他就自费 上了上海的一间国际学校 哇当时真的 真的还人心 我的天哪 你怎么这么牛逼啊 我心里面我就按下决心 我就说我一定要做一个西兰一样的人 我一定要像他这么成功 然后自己赚钱 去上国际学校 我就可以摆脱这个该死的中国教育了 这个听起来现在就像发白日梦一样 其实很难的 一年赚二十多万很难的 初中的时候也有接触直播什么的 在战棋啊 在斗鱼也都直播过 说到直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有一个同学 他来看我直播 在战棋当时最贵的一个礼物是 大宝剑 好像是要一千二百多块钱 说他要给我刷一个 我就说兄弟你开玩笑吧 这一千多块钱 如果你真要刷的话 你直接转给我吧 他说不要 我在你直播间刷 我以为他开玩笑了 他周末的时候突然间上我直播间 一个大宝剑 在这个公屏上面 哇打出来 哇帅的流油 当时这个直播间直接人气上升到三千多 当时我在直播的是我的世界的故事模式 我记得挺清楚的 我的世界故事模式 他直接刷了个大宝剑 超多人进来看 都是哇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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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什么土豪啊 什么奇奇怪怪的 那个月我在战棋上面提了好像是八百块钱 我前几期节目说的 说到的那一千块钱 是我在B站收到的第一笔钱 那个战棋的那八百块钱 是我做UP以来收到的第一笔钱 这个其实意义还蛮大 就这么慢慢做慢慢做 我觉得不对呀 怎么的我就没人看了 这很难受啊 我看着周围的一些人都慢慢的就活起来了 我怎么就还是这个鬼样子呢 有一天我把我的新的视频做好封面 上传上去之后 优酷直接打了回来 他说血型暴力 我立马发了个微博 我就说这个什么上了个假的优酷啊 什么什么的 因为当时优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做了个大鱼号 然后视频变得非常的卡 我也不知道当时阿里巴巴收了这个优酷之后 发生了什么 我就对他的印象直线下降 那个时候很搞笑的是 那个优酷的一个客服啊 很什么的 就是带一个蓝V的 他在下面评论说 什么什么有问题 我帮你解决什么的 什么什么关注创作者权益这些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我这条评论的 当时我的微博也才二十几个粉丝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的 虽然后面解封了 但是我从那期节目开始 我就没有在优酷上面更新过了 我就带着我的视频来到了B站 那个时候是2017年的 过年吧 对就一月份的时候 就过年的时候我在外面走亲戚 我还拿了一台笔记本 我每天不断的往B站上面传视频 对传旧的视频 你们以为我会突然间拍这么多视频 专门传到B站吗 我懒啊 但是我真的很懒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懒 我就把我那些很久很久以前的视频都拿出来传 就是什么什么守望先锋第一赛季的 还有什么彩虹六号这种东西 哇 全部啊 传给你是吧 我大把视频看 来来来来看我的 当时我就这么个想法 传那么两三个视频之后 我就发现播放量明显的比优酷要高很多 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 平台的风气 不一样 可能B站会更适合我的发展 然后我就下定决心 行 我就不干了 我优酷的粉丝我也不干了 那个时候我优酷已经有三千多粉丝了 我就说不干了 算了 我就不搞优酷了 我不喜欢 你们看我视频 但是你们不给我评论 我不喜欢 开始2017年在B站做做做做做了一年 也没有人看 这是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也搞不懂了 那个时候也是真的浑浑噩噩噩的 就真的 现在看回以前的视频 当然我很多都删了 在搞什么呀 你这个做这些意义何在啊 2018年的1月份吧 还是2月份 还是几月份 有一天我打开B站 我看到所有的这个 我认识的 我关注的这个播客 都在转发一个人的视频 李源君的视频 他做的那个模仿网红啊 什么西南转了 三下直播转了 水智转了 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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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记得了 他们都转了 我就 我就说 这个up 挺有意思啊 我点了下来视频 一开场 那个卢本伟 难受啊 马飞 哇我就 笑的不行 我觉得 哇 这个up有意思啊 立马 点赞 投币 收藏 三连 关注 对 四连 那个时候我在一个星期之内 我把李源君的视频 全部看了一遍 我觉得 这个人 有意思 广东人 广东人都是 有趣的银魂 对不对 看完他的视频之后 我就在想 对 我也要做vlog 我也要做那种 很搞笑的人 而不是 躲在这个 电脑屏幕后面 在这里 在这里 嗶嗶嗶嗶 没有用 那没有用 那不搞笑 那个很无聊 我要做那种 记录生活的人 我就开始做一些 简简单单的vlog 接着来到四月份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快手来了 我看这个 立元君做了之后 我也学他 我也去蹭快手的热度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才真真正正的 开始做视频 我以前那是水视频 后来的事情 大家都可以看到 对 有的时候被人骂 有的时候被人表扬 有的时候多人看 有的时候没人看 但是我的播放 我的视频质量 我的粉丝数 也在慢慢慢慢的上升 这也是对我的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吧 当然其实我现在想问的是 有没有人看了我六年的视频 在看视频的你是看了我六年视频的吗 我不知道 如果是 私信 或者评论告诉我 我可能会给你一点什么东西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 哇 你能看一个up 看六年 这个好感动啊 Respect 耶耶耶耶 Respect you 哇 这期视频可是真的够长了呀 如果我不说 我觉得各位也看不出我做了六年的视频吧 像很多up 他们做了几个月 就有我几十倍的一个粉丝量 嗯 其实心里面还是挺酸的 说实话 为什么你们这么成功啊 我和柚子都说过这个问题 我又说 哇 我好酸啊 啊 看到他们这么成功 我好酸啊 当然也就是开开玩笑这样子吧 因为每个人嘛 选择不一样嘛 对不对 机遇这种东西 可遇不可求嘛 所以我知道 有那么一群人啊 一直在支持我 一直在关注我 也就足够了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就差不多 把我以前的一些事情啊 说了一个遍 觉得我会非常的啰嗦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现在 看到现在的可能都是 真爱粉啊 OK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不要忘记点个点点个赞 投个币 充个点都是可以的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